大家好,我是Brian,來到這集,西藏金字塔埋藏遠古秘密,俄羅斯科學團隊新發現 講金字塔大家最熟悉的應該是離不開埃及的胡夫金字塔 他的年代是講公元前2500年,即是離我們現在有4500年的歷史 究竟埃及金字塔是否最古老呢?一定不是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蘇美爾其實有一些金字塔的塔廟其實比埃及更古老 而今日我們的主角不是埃及不是蘇美爾,而是講西藏 因為西藏上面其實傳說有一座山,不是一個天然的山,而是一個人造金字塔 就是大家畫面所見到的這一座山 其實這座山在西藏不同的宗教都會視它為一個聖山 稍後我們都會跟宗教的角度去探討一下 究竟這座山為何會被別人視為一座聖山呢? 而最重要就是這座山本身形狀的結構 我們看到有一個三角追體的結構呈現出來的 所以有人一開始都有傳說說到 其實這不是一個天然的山,而是人造打造出來的一個金字塔 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這座山似乎有一些層次上面的結構 也都再次顯示它那種三角追體的對稱性 究竟這個是一座天然的山,還是有人去打造的一座大型的金字塔呢? 如果它是一個金字塔的話,其實它的體積比埃及所見到的胡夫金字塔更加大 究竟是山還是金字塔,其實已經引來很多科學家去研究 其中一個科學團隊的領軍人物,就是大家畫面所見到 待會我會詳細跟大家介紹他是誰 其實他是俄羅斯人,俄羅斯的其中一個科學家 他去到這個實地考察去研究這些座山,而他們也發表了一個報告 究竟報告裡面是怎樣去呈現這座山究竟是金字塔還是天然的山 待會也會跟大家去分析一下它報告的內容 今集我們除了講西藏之外,也會講一下貴州 因為近這幾個月貴州曾經發生過一場山火 山火之後,人們發現原來那座山的形狀好像金字塔的 就是大家畫面所見到的這座山,它不止一座 你看到後面那座也是呈現這個金字塔的形狀 究竟這是一個天然的山還是人造的金字塔 或者一個已經失落的古文明在貴州上所打造的人造金字塔 其實傳媒那邊都有訪問過一些地質專家 待會也會介紹這個地質專家,他們也有研究過貴州的地理 他也有個人的看法,究竟他的報告 告訴他這是人造的金字塔還是天然的山 待會再跟大家詳細分析 剛剛所說的西藏和貴州都是屬於亞洲地區 你說亞洲地區有金字塔是不是很奇怪 其實不是的,因為柬埔寨也有的 其實柬埔寨裡面很多的寺廟,他們的結構都是這個街梯金字塔的結構 其中一座就是大家畫面所看到的 其實柬埔寨是深受印度教的影響 即是告訴他印度文化本身也有這種的 街梯金字塔去打造他們的神廟或者他們的宗教建築 另一個角度更加明顯見到他各種街梯金字塔的結構 而中間你會看到一個走廊有個廊道由地面上到這個塔頂的 其實我較早前都有一集說這個柬埔寨金字塔吳哥忽之謎 他和埃及金字塔原來有一個地理上面的佈局 還有有天文的設計 有興趣你看回這一集 因為這一集裡面有說到我當年 2017年實地考察吳哥忽去研究這些金字塔的 除了柬埔寨外去到印尼其實都有東南亞的國家 上面其實現在都發現了一座很古老的金字塔 原本那些人以為一座山也當他是聖山那樣拜的 但後來的考古學家現在已經核實到 其實他背後下面是一個人造金字塔 只不過上面被一些植坯遮擋了 你見不到金字塔的結構 其實較早前幾個月前我也做過這一集 就是超越埃及的印尼史前金字塔 現在考古發現這個金字塔的年代可以追溯至兩萬年前 即是比我們所說的大洪水的時代更加久遠 究竟大洪水之前有什麼古文明可以在印尼地區上打造金字塔 有興趣你看回這一集 如果大家對世界不同地方的金字塔的關聯性有興趣的話 不妨看看我第三本著作《迷失的帝國》 裡面我有分析到更多的金字塔 包括中美洲、南美洲的金字塔 我都有詳細去分析 分析到他們和埃及蘇美爾有什麼關聯性 已經在全港各大書店可以購買 也可以在Google Play購買電子書 我們也回到今集的主角 究竟西藏是否有金字塔 如果有的話 它是來自什麼古文明 什麼古文明 什麼年代去興建 稍後回來跟大家詳細分析 我本新書《上帝的叛徒山迷失的帝國》 已經推出了電子書 大家可以去到Google Play圖書裡面購買 而整個系列的四本著作也都上架到Google Play圖書 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留意一下 而實體書也是全港各大小書店公開發售的 我們先說一下貴州是否真的有金字塔 其實在今年的三月份已經有傳媒報道 即是貴州發生這個山火之後 竟然發現了一些史前金字塔 究竟是真是假呢? 今次發現這個所謂的金字塔的位置 就是貴州南部的安農苑 其實很靠近雲南昆明市附近 在這個安農苑三月份發生山林大火 就是將這個山頭上面的樹木燒毀了之後 清除了這些樹木的時候 讓我們發現到原來這個山體本身的形狀跟金字塔很像 就是大家畫面所見到的 前面有一個金字塔的形狀 後面也有一個金字塔的形狀 就跟後面的山有點不同 後面的山比較圓頂一點 但是竟然這兩座山 當它清除了這些山火之後 讓我們看到它 本身的結構是這麼像這個金字塔 所以就引起一些網民猜測 究竟它是不是一個人造的金字塔 甚至一些古墓 會不會好像埃及那些金字塔這樣的概念 如果我們用另一個角度高空去看的時候 離遠看的時候 真的看到這個地區似乎有很多這些山體 都構成這個金字塔的形狀 而且相當之對稱 這個的確會令人去遐想 究竟它是不是一個人造的金字塔 另一個角度看 甚至我們會看到它很有層次 甚至看到一塊塊的石塊去堆砌出來 究竟這是一個自然山體 還是一個人為堆砌出來一個史前的金字塔 如果是金字塔的話 那是不是告訴它 貴州這裡真是一個不知名的古文明 去打造這些金字塔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呢? 關於貴州這些山體 是不是人工的金字塔呢? 其實傳媒都有訪問一些專家 包括大家畫面所見到 這個就是來自貴州師範大學地理與環境科學院的 周秋文教授 他認為這些其實是一些自然山體 他因為說到貴州本身是屬於這個赫斯特地形 赫斯特地貓 本身這些岩石 其實大概是兩億年前所構成的白雲石 而這些岩石本身是海洋的環境之下形成的 而當時整個貴州其實都是海底的 而這些白雲石由海洋環境下 由一些水中溶解的礦物質重新結晶 而構成這個地貌 而再加上氣候地質構造的環境因素 是周期性的變化 就令到這些岩石形成這些分層的結構 所以就令到我們會覺得它好像一層層搭上去 其實是一個周期性的堆砌結果所導致的 至於為何這些山體構成一個追形的結構 周秋山教授認為這些赫斯特地貓本身是有融洩作用的 就是當它融洩作用進行的時候 頂部的岩層會被大量融洩 而底部的岩層的融洩程度相對較輕 所以就形成了頂部比較尖 而底部比較闊的一個金字塔形的構造 換言之它意思是一個自然融洩作用 所構成的一個天然形狀 我亦嘗試去查一下赫斯特地形 究竟這個形狀有沒有可能好像剛剛所說的 金字塔形狀 我翻查了其中一張 大家的畫面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馬達加斯加的赫斯特地形 你會看到它也是很多尖頂的結構 但是不規則 沒有一個金字塔的構造 讓我們看到 我再看看法國 這是法國的赫斯特地形 這次它不是一些尖頂的結構 而是一些動月的 因為剛剛也說了融洩作用 其實也有情況會導致這些動月出現 但是你會看到比較圓滑一點的 沒有尖頂 更加不是一個金字塔的構造 另外一張 這個就是北美洲 美國的肯塔基州裡面 你也看到它也是一條 好像石柱一樣 但是也是不規則 也構成不到一個金字塔的結構 而另外就是來到我們中國的貴州雲南的地區 也有這一種地形 但是大家會看到它也是不規則的 好像一個石山小型石山的結構 我們看不到一個尖頂闊底的結構 但是為什麼 另外還有這個就是澳洲 澳洲南部 我們也會看到 就是它也是一些小山優的結構 這個也是赫斯特地形的 但也都看不到一個金字塔的結構 問題就是為什麼 只是貴州這個赫斯特地馬 會出現這個這樣對稱的金字塔的構造 所以這個也都令人懷疑 當然剛剛的學者周教授所說 有它的道理 但是我也翻查了這些赫斯特地貌 我找不到其他國家會出現一個這樣的金字塔構造的赫斯特地形 為什麼唯獨是貴州會出現呢? 就正如剛剛所說的高空去看的時候 它有很明顯的層次感 是一層層結構 好像階梯狀的 我們撇除那些好像石頭石磚砌上去 我們已經看到有大型的階梯結構 就好像我們在柬埔寨所見到的寺廟本身 都是一個階梯的結構的打造的形式 當然柬埔寨那邊的階梯是明顯很多 它的尖角位是呈現九十度角很明顯的 但是貴州這個所謂的金字塔 我們會看到它的階梯是見到 但是它不是很明確 似乎是被封化了 有些像什麼呢? 有些像埃及的 因為其實埃及本身都有一個階梯金字塔 是比胡夫金字塔更加古老的 就是大家畫面右邊 你會看到這個階梯金字塔 也都被風侵蝕了之後 或者被雨水侵蝕了之後 這個形狀其實跟現在我們貴州所見到的金字塔 其實很像 究竟貴州這個真是一個自然生體 只是一個遠古的古文明 曾經打造了一個階梯金字塔 只不過經過了很多年代的風化 雨水侵蝕 才變成一個比較模糊的階梯結構 如果對比埃及的階梯金字塔 似乎有六七成相似的地方 這個是值得大家去留意 至於大家相信它是一個自然生體 還是一個金字塔 這個留待大家自己去決定 緊接著我們討論一下 究竟西藏是否有金字塔 剛剛被人認為是金字塔的那座山 其實名字是江人波齊峰 其實是一座雪山 因為它的海拔都相當高 而它的地理位置其實就是西藏的西部 就是喜馬拉雅山山脈的其中一段的位置 就是大家畫面紅點 這個位置就是江人波齊峰的地點 其實它南部是靠近尼泊爾 另一邊是靠近印度 而它西面就接釀巴基斯坦 而巴基斯坦其實就是印度河谷這個位置 也是當年古印度的文明的發源地 所以江人波齊峰的位置 就跟這幾個國家相當之近 所以它也跟這幾個國家裡面的宗教 有一個密切的關係性 所以很多宗教的人士都會視這座神山 或者一座聖山 因為他們的地理位置比較高 就是其他不同的國家的宗教的人 都會走到這座山去朝聖 包括有哪些宗教會視這座江人波齊峰 是一座聖山 包括這個本教 而本教就是這個西藏裡面最原始的宗教之一 另外就是印度教 就正如剛剛所說 它接釀印度的北面 所以印度人也都視這座是一座聖山 另外就是一個奇那教和佛教 所以四大宗教就將這座山 看成是他們的神山 是他們的聖山 甚至他們的宗教的信徒 都會走到這座山去朝聖 而他們朝聖的過程叫做鑽山 所謂的鑽山就是這些教徒 信徒要圍著這個聖山去走一個圈 而他們走的過程中 不是這麼簡單徒步走 而是走幾步就要虎伏跪拜 跪拜完之後繼續走 走幾步又虎伏跪拜 一路去完成一個圈 去圍繞這個江人波齊峰 就叫做鑽山的過程 其實在1980年代之前 去鑽山去做這個朝聖儀式 只有貴族或者一些有名的政治人物才做到的 因為當年要去到江人波齊峰這個位置是相當困難的 交通很不方便 再加上有高山症 這裏海拔接近六千米 所以如果你身體的體能不太好 或者你年紀比較大的那些 很難去完成整個鑽山的朝聖活動 所以當然現在就好了些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那些旅行團都會幫這些信徒 去搞一些集體鑽山的活動 隨團可能也有醫生去照顧這些人的時候 就會好些 而他們一般鑽山的日子 會是每年的6月至11月這個季節 比較適合去鑽山的 而他們鑽山的過程要分兩天 第一天要徒步走21公里 用的時間大概是11個小時 而第二天鑽山要走33公里 而在這33公里裏面 要挑戰一些比較高海拔的山 所以去到第二天很多人 都會有這個高山反應 他們也建議如果有高山反應 要喝多點水 要休息一下 要呼吸多點氧氣 令到自己舒服了之後 才可以繼續鑽山的行程 既然鑽山的過程這麼辛苦 為什麼剛剛那四大宗教 包括本教、印度教、奇拿教和佛教的信徒 這麼辛苦都要完成這個鑽山 或者這個朝聖的動作 原來跟他們的神話 或者跟他們的宗教裡面的神秘傳說有關 因為在這個本教裡面 認為這個江仁波齊風就是宇宙的中心 其實佛教也都認為江仁波齊風就是宇宙的中心 就是宇宙的中心 關於宇宙的中心 關於宇宙之前我亦有說過 它就是整個地球 或者宇宙中心 周圍有不同的州份 好像大家畫面所見到 有聖身州、尖布州、驅勞州、牛貨州等等 圍著這個宇宙的 而這個宇宙的 由地面一直高損入雲 所以是一個很大座的聖山 而最有趣的是 大家會看到它外圍一些環形的結構 我之前也有說過 似乎跟柏拉圖所說的 亞特蘭提斯的環形結構 也有相似的地方 這是相當有趣的 而印度教就認為 其實這座神山就是 給他們的神 叫做宇宙神的居所 就是宇宙神住在裡面 其實西藏這個環境 的確是主要是自然環境為主 遠離繁囂 以山景和湖景為主 所以很容易令人 把這個自然環境和宗教拉上關係 而事實上 較早前我也做過這一集 就是西藏神被移域 史前被難所 眾神居所 我這一集也有說到 就是西藏的東部有另一個地區 也被譽為是一些神所住的地方 有興趣看回這一集 只不過這次的江人波齊風 就反過來是西藏的西部 所以我們會看到 無論是西藏的東部還是西部 都會被人認為是神所居住的地方 當然對於我們基督徒來說 這些所謂異教的神 其實都跟一班邪惡的力量 即我們所說的墮落守望者有關 其實我這本書《迷失的帝國》裡面 有詳細分析到這些異教的神 異教的神話 本身是怎樣來 跟這班墮落守望者 扭曲了一些事實有關 有興趣看回這集 我今集就不詳細說宗教這方面 我反而想集中說 江人波齊風本身還有什麼神秘的傳說 因為其實曾經有些燈山家 嘗試攀上江人波齊風的山頂 就是這個金字塔的塔頂 但也有很多傳聞 說到19世紀20世紀初的時候 有些俄羅斯的燈山家 嘗試去燈頂 但在燈頂的過程中神秘消失 也曾經有個西伯利亞的燈山專家說過 曾經有一班燈山者嘗試攀燈去燈頂 但是燈頂的過程中突然間蒼老幾十年 也過了一年之後 這些有份燈頂的攀山專家 都逐一過身 都因此而身亡 所以有相傳說這座山其實有詛咒 誰嘗試攀燈它的時候 都會令到它身體不舒服 甚至會過身 因為它本身一個聖山 是不容許別人攀登的 而中國政府事實上現在是禁止人登山的 可能亦都避免有這些傳說再流傳 所以就禁止人登山 亦都可以看成是對這個聖山的一個尊重 就不希望一些國外或者一些西方的燈山家 去破壞這座山的結構 所以現在是禁止上山的 他做這個動作更加令人覺得這座山有神秘性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一座金字塔呢 而事實上這座山的神秘 的確吸引到一些科學團隊去研究他 包括俄羅斯的科學研究團隊 領軍人物就是大家畫面所見到的 這個穆爾達社夫 他本身是一個醫學專家 但他本身組織了一班研究團隊 在這個團隊裡包括地質學家 物理學家和歷史學家 所組成的專責小組 在1999年去到這個山區 去調查究竟江仁波齊峰有什麼神秘性 甚至想研究他是不是一個金字塔 而他們的報告中 他們也發現了一些神秘的東西 究竟他們找了什麼神秘的東西 關於這座聖山呢 而我也發現江仁波齊峰這個西藏的金字塔 也和中美洲其中一個金字塔 有一個神秘的關聯性 究竟兩者有什麼關聯性 是地球兩邊的這兩座金字塔 究竟有什麼關係呢 這些顛覆你的想法 這些顛覆你的想法 我只會留在Patreon會員專區 和Youtube會員專區 和大家詳細分析 如果大家對我的分析有興趣 不妨加入我的會員 入會的連結已經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記得給like 訂閱 和分享我頻道給你身邊的朋友 請給我